你好,我是小花,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猫之友的文法 好的,在我们的新的一版的五读上线之后呢 也会迎来我们的猫之友的文法 很多人都是见乎问患使出来的 一直在召唤当中哦 终于要来到这个版本了 那大家看到,我上次有两只 其实我可以养三只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说明当中哦 我们在猫射12集的时候 一只,13到18集有两只 19集以上可以三只 我现在是猫射满集的状态了 每天呢,打开我们的天道就要看一下 我的儿子女儿都干了什么坏事 然后她会跟你讲,她去哪里玩了 她会带回什么小礼物啊 比如说她的心情啊 小礼物之类,这些小礼物都可以买掉 好,你看她就是我的小可 我的皇上在山洞困住了 好,我们等一下看她干嘛 首先呢,因为我可以养到第三只了 我们上次的时候都记得猫咪的行下的部分 就是给她放上去 她会触发这个,我们行下的装备呢 会有触发我们的事件发生 就是能带回更多的东西 那在猫咪商店呢,可以通过心情去购买它 我们在一开始刚出来的时候 这个是非常缺了 但在我玩到现在是非常多的 有的时候我都忘记买哦 包括这个伙伴这里 这个我们基本上,我这个一个都没有买过 因为我的猫咪出去会带很多的东西回来 所以我都没有买过这个 那从我的视频的部分呢,我还没有全部买完 其实以我现在的财力就是,嗯,买完了 一开始没有这么多,后来才又变得这么多哦 一开始有几个 然后但我们都还在看开始的时候是买不起了 好,猫咪的家具也是哦 这个其实我都买,但我都没有做 它会增加风水的部分 所以这个后续,这个喜欢玩 我们家园人的喜欢玩风水的你呢 就不要忘记,这是一定要玩的哦 这个就是在前期时候大家认真一点啊 好,我们的猫咪呢 你看这个是后期的猫咪才会有一些手杖啊之类的 还包括传回来猫咪的声音啊,你看 主讲滑动的声音啊,还有包括练兵的声音 这是我们新版才有的 就是我们的猫咪出去溜达的时候呢 然后有看到就是收集的一些就是它听到的声音啊 还有包括你看这是我另外一个 它们出去带的声音 小奶猫咪咪的叫声哦 就是它会出去带回来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哦 那这个部分呢,在起秋刚开始猫只有的时候 它是没有这么多的哦 就是后续的 一开始只有这样子 它会通知你啊,去救猫咪啊 或找它,或失踪啊,或钓鱼 之类的,然后需要跟它合照 跟它合照之后呢,也会获得相应的榜点 然后这个你看 这个合照就只有一回 我觉得还是要好好的拍哦 就是,我是有点混了 后来我对我好好的拍 而且每次拍的时间不一样 会记录下当时你穿的时装是什么样子啊 你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子啊 其实你拍的照片就会取决于你当下的状态了 但有些人都是我随便拍拍 比如说我新拍的 可能穿的比较粉啊,可能穿的比较多啊 时装都不一样,特效不一样哦 这就是每一个时期不同的时号啦 好了,那我们的猫咪它可以繁殖啊 那这个部分呢 我可以拿第三只了 然后我不想跟人家伸怎么办呢 好,我们就可以看点一下宠物的预染性状 就是,诶,这个是猫咪 你看这是我的捏过的毛咪 好,预设当中呢 大家可以就如果你不想捏 就这样可以选择 基本上大家都会捏吧 因为我觉得自己捏出来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太后应该喜欢这么黑,对 她应该黑到死那种 这样像老鼠 像不像老鼠 我想要把我的猫念兔子啊 但之前我想试过 就是我觉得我还喜欢白白的 因为我儿子本身是 我养的儿子狗是比凶 然后但是,嗯,我就喜欢把 又长了,然后 又长 胖 我要把我的梦养得这么胖 好了,你喜欢它变什么样子呢 你就跟着你的需求 你看,你看耳朵 可能会变很大 反正你喜欢它变什么样子 你就照着你喜欢样子去捏就好了 那这只是给大家点一下示范的部分 好了,我们回来了 这是猫咪的性状的部分 到时候大家想怎么捏都可以 捏猫咪跟捏脸一样 其实会折腾好久哦 但是因为你这个跟你跟别的就是 比如说,你看哦 你可以反育猫咪 就是一共一抹 它们可以就是生出它新的这个猫咪 那这个猫咪哦 这变成什么样子 能取决你自己哦 好的,你看哦 因为这个我不想跟人家 伸摸一下领养第三只哦 所以呢 我不想通过反育的部分 那我就可以通过领养的部分了 那领养的猫咪外观性别和名字 将在系统预设的多款中随即 确认领养前 请确保猫舍有足够的空间啊 确认后 领养的猫咪将直接进入猫舍 来,我看 好,我的猫 第三只出生了 呃,好 真是有够好看 领养的猫咪果然 我想呼吸 真的怎么长得这么丑 好,我把它交换出来啊 它这个已经丑到我不太能接受啊 来,我丑一下 我们那个猫咪呢 它是可以通过这个 我们的有那个捏脸的系统 就是它真的长得有点丑 我的 我是要忍够呼吸 这长得有点太丑了 好,因为它太丑了 然后我需要的时候 它的喜喵丸 我刚才把她的心情用完了 我看一下我来给它 撸毛一下 看我的心情够不够不 好像不够耶 好,各位 各位,这个 还是不要去领养了 除了第一只是领养的部分 你可以直接捏脸以外 然后后面这只 千万不要去领养 这颗领养的个随机 也是太丑了 它就不能领养 好看一点的吗 哦,我受不了了 好,因为它现在心情不够 哦,是不可以捏它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猫咪出来 哦,真的受不了 你们千万不要学我 但那个拍片 拍到我心肌梗塞 好,等到我心情够的时候呢 我会重新去 我就是 好,你这个实在长得太丑了 我还是先给你随便 装扮一下 啊,就是挑战我的 受不了 好,因为太丑了 你看哦 那口罩给你照起来吧 第三只 啊,我用紫色的好了 虽然你长得还是丑 你也是我的小孩 没关系 如果你的猫咪跟我领养到 这么丑 你可以重新给它捏一下 我现在真的快拍不下去 好,我们的猫咪呢 你可以通过幻虫的方式把它叫出来 你看因为我有三只 你看 是不是动物园 然后你可以带它出去到处晃 它跟在你的背后 然后你可以跟它互动 比如说喂吃的啊 然后也可以跟它玩耍 还没有吃完 可以跟它玩耍 好,我再看它爱一副 啊,这长得真的很臭 如果你喜欢西猫 喜欢撸猫 尤其家里也养了很多只猫 喜欢宠物的话呢 就在我们线上闲的时候 其实摸摸它们也不错啊 在这个杂乱的夏天 杂乱的夏天 很热的夏天啊 就是在我们的茶余饭头 下班工作之后 回来撸撸猫也是不错的 我们的猫咪 在我们刚刚上市的时候 进入我们的版本当中呢 会经常给你带回很多的惊喜 比如说很多的盲点啊 或是很多的碎影哦 可以补充我们在游戏上 游玩需要的一些资源 所以呢 大家要赶快去提用我们的猫咪啦 等到我们的猫之友 正式上线之后呢 希望你的猫咪 不要像我领养的那么臭 好了 这就是我猫咪的领养的方式 那下面来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猫咪的猫舌 它的猫舌在我们的室外 在我们的家园当中 就是我们只要进到家园当中 然后向右边走 这是我们的猫舌了 猫舌到底要如何装饰呢 它取决于你想要的 就是你装饰的样子 还有包括你拥有的这个 我们猫咪的家具哦 在这里有看到吗 这是我们的猫舌 我都没有装潢它 因为我已经懒得理它了 你看这就是猫舌 哎我之前有布置什么 为什么都清空了 然后摆放 要随便一摆 你看这家风水 我看到吗 这个可是风水大户啊 非常之多 随便摆一下就好了 你看这些猫还有猫窝 这还是新版的 之前还没有这么的零碎碎 猫窝 你的猫咪呢 自己会跑上去玩 然后地毯 它像网格 来随便一通乱摆 还有猫爬脚 那猫都喜欢爬来爬去 然后你就要摆在这里 然后回来家里 它想爬的时候呢 就会爬上去 然后这些都是风水 各位风水大神们 这个是必须要上的哦 认真养你的猫 不然风水会落后 你就忽视我这个乱摆的程度吧 这些全都是会加风水啊 风水 风水 有不有不 我之前摆了一个正法 这应该是当时的根性球 我们拿掉了 我当时摆了一个满满的正法 你看我有12个地毯 好那这会影响我们风水的部分 你只要放下去 然后猫咪 它就可以自己爬上去玩了 到底要将这成什么样子呢 就看大家的讲心读音哦 以上就是跟猫咪有关的玩法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哦 希望快要升线了 你的猫之友想好捏成什么样了吗 我是小花 希望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觉得我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可以帮我订阅分享 按下加把 并且开启小铃铛 那么下个影片再见啦